今天的造型,因为到盛典不是很多艺人都会,不光是男艺人女艺人,都有自己很小心翼翼在里面,您这一身还挺特别的,跟我们说您的心理想法。 心理想法,因为我那个什么,我个比较高嘛,然后我就,而且有点瘦,所以我一般上什么活动喜欢穿长款的东西,就显得可能魁梧一点吧,反正一般活动什么喜欢长款的东西,特别长的这种。 今天颜色也挺喜庆的,嗯,对,就喜庆过年嘛,对吧,就要过年了嘛,喜庆点。 说说,用一句话总结自己的2019年吧? 嗯,我也有今天,没有,就是挺好,就是因为我想说,这一年我其实也接触了很多新的工作,我以前做了很多以前不敢想的事,比如像演唱会,比如我自己的专辑,所以就在想。 嗯,我身为一个厨师,我也有今天,对这种感觉。 嗯,嗯,那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些粉丝的应援? 有,当然,当然,非常的热情,我特别,特别感觉他们。 嗯,你们是不是印象深刻的? 就,他们一般都是,你想想,外边那么冷,大清早上外边跟人一讲,对,跟人站地方去了,然后那个,为了在路边给我应援什么都不容易,真的,天那么冷。 嗯,感谢,感谢,辛苦了。 嗯,过年打算怎么过? 过年就,还是,可能过年回家个四五天,陪陪家人,跟家里人过个年,然后,完事估计就要工作了,要进组了估计。 嗯,进组?是拍什么戏吗? 就拍一个戏吧,还有一定的,我不能说。 是古装还是现代? 偏古装吧。 嗯,那自己有什么很擅长的年夜饭吗?就是会做的? 就我厨师嘛,刚才我,我就是个厨子,然后那个。 最擅长的,最擅长的? 就是,最擅长的呀。 正常家常菜都能做,包括我比较喜欢做的就是牛肉丸子汤。 就是那种,你自己打碎牛肉丸子,然后弄完之后,弄那个丸子汤。 那个我还特别喜欢吃,我也比较擅长。 初晚有喜欢,就是觉得很喜欢的人吗?就是央视初晚。 初晚啊? 对。 觉得必不可少的。 必不可少的。 好像他们都不怎么上春晚了。 林平老师吧? 林平老师,我特别喜欢他。 每次看到他,我就觉得很开心,就有过年的感觉。 那最后。 你不是要给大家发什么包吗? 给谁发? 弟弟妹妹。 我弟弟妹妹。 我发,我每年都会小发一下。 给长辈发吗? 给长辈发吗? 长辈,我都会,我挣点钱给他们。 前两家,我还给我爷爷取了一点钱,然后给他,他也很开心。 其实他们,我爷爷也花不了什么钱,但是就是老人嘛,你给他,他就会很开心。 就很简单。 最后用方言给大家拜一年吧。 在这里祝各位新年快乐,然后新的一年都有一个好的好运气。 都顺顺利利的,加油。 好,谢谢。 谢谢各位老师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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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